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心灰姑娘 故事一开始小花是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父母有爱和谐 她的生活也充满了快乐 这天家门外传来一阵诡异的敲门声 父亲拿着斧头小心翼翼打开了门 没想到外面竟然站着一个人面瘦身的怪物 这个怪物二话不说就把小花的父母给撸走了 好在父母把小花藏到了自家奶牛脖子底下的哄味精中 小花这才幸免于难 小花久久没有看到父母来抱自己出去 于是开始在红围巾里大哭大闹 这是一位农妇正好路过农妇一手抱着小花一手牵着奶牛 将一人一牛通通带回了家 从此之后年纪轻轻的小花变成了农妇中的家里的佣人 包揽了农妇家的所有脏活累活 奶牛自然也变成了他们家赚钱的工具 农妇有三个三胞胎女儿 这三个女儿长得极其丑陋 老大只有一只眼睛 老二两只眼睛 老三则有三只眼睛 这是因为当初农妇在怀孕时就知道自己怀了三胞胎 为了孩子们出生后好区分 就提前在娘胎里把姐姐的一只眼睛仪给了妹妹 话说回来这三个女儿都有一双臭脚 一拖鞋就能招来苍蝇的那种 每天晚上三姐妹都会强迫小花去帮他们洗脚 不仅如此 他们还会在小花干活的时候故意捣乱 故意让小花找到农妇的毒打 晚上小花偷偷跑出去去找奶牛哭诉 奶牛因为心疼小花就让小花躲进了自己耳朵里睡一觉 可是第二天出来后的小花竟然咬身一变变成了一位大美女 这下子三姐妹不仅更加讨厌小花 而且还非常嫉妒她 开始更加变本加厉的欺负小花 而小花越来越频繁的去找奶牛哭诉 奶牛仿佛变成了小花的心理慰藉 但是突然农妇决定要把奶牛拉去杀了做肉吃 这下子小花更加伤心了 小花悲伤的把奶牛的骨头收了起来 买到了一块地里 慢慢的这块地里长出了一棵苹果树 之前王子正在外面打猎 他追着一只兔子到处奔跑 而兔子恰巧就藏到了苹果树中 王子对三姐妹说 谁能抓到兔子自己就娶谁为王后 三姐妹一听的是老激动了 立马屁吊屁吊的就开始抓兔子 结果自然是谁也没抓到 此时小花闪亮登场 直接小花随便一伸手 却有苹果主动落下来 王子看着这一幕觉得特别神奇 而且这个姑娘很明显比三姐妹要漂亮得多 这下子王子连兔子也不准备找了 直接一把把小花拉到了 马上就这么带着小花走了 从此以后小花跟着王子一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和电影名字一样 这是一个翻盘的灰姑娘 好人有好报也是这部电影的寓意 对于农夫这种顺手牵手